1 2 3 4 今天可以更新一下 今天已經是11月4日 首先很感謝大家有支持這個慈善的項目 我想在這裡公佈總共有多少人參與 總共我們有籌到多少錢呢 首先這次的活動雖然我最初的想法 上限可以賣到500格 但最後我們是賣不完的 但也有380個人 總共是380個人有捐款 我們籌得到的所有善款 總共是20.0946元 20.0946元 剛剛好過了20萬的這個關口 雖然比我初頭想像中還差一點 但我覺得成績很好 也沒有想過 這個位置就是頭蓋的這個位置 可以有超過20萬的線款 還有這一筆款項已經在昨天 已經把這個線款捐到兒童銀秘基金和無手救援 他們分別都已經收到我們的支票 也都給了我們收據 算是在澳門過澳門之前就完成了這件事 但是你看到這部車 又說你弄了簽名上去 但為何還未弄 因為泰文在準備的賽車上 之前我們有說過 避震機出現了問題 亦都是在前天才剛好多次回到香港 但你看到其實這部車 現在都未安裝回本身那套避震機 所以也不夠時間在香港做這個拉花 所以我們已經移私了會去澳門做的 那這部車還有一星期的時間便會進入 這次我想說我們上一條影片說了 除了一個避震機之外 後來我們也發覺到記憶紙也有問題 我們也換了全新的記憶紙 避震機也已經修復了 還有一件事大家都很想留意的 就是我們昨天晚上再次把這部車放上馬力機檢查 希望所有東西都是正常 我們將馬力機上的數據給大家看看 那這部車的硬件上的東西 我們是沒有任何改動的 但是今年的軟件上 已經更新到今年2022年賽會要求的B.O.P. 這部車的B.O.P.就由去年的M3Mapping 就變成M4 換言之今年的車的馬力是會比去年大一點 我們更新完之後 我們都再次把車放在上馬力機上 就做了一個檢查 那我們 上年這部車就說我們那個B.O.P.有些浮動 所以今年都比較著緊這件事 那這部車的電腦的Mapping 以及Firmware 都已經update到今年相應的B.O.P. 這個就是Conto 我們將車update完之後 就放在上馬力機上連續踩了18腳 這個就是我們18腳的1 是一個Boost的範圍 其實這個也不是秘密 因為其實賽會公開的文件中 是有看得到的 所以 因為檢查了18腳 除了頭1、2腳還沒有Warmout 之外 比較低一點之外 其餘的18腳都很穩定 可以做的 在不試車的情況下 可以做的事情 也都已經盡量做完了 所以 希望今天一起順利 以及你看到 其實你身後我已經 整理了 整理了 其實我們現在準備上車 才有事 準備叫了車去關口 才有時間去拍攝這條片 交代給大家聽 希望一起順利 我會努力的 再一次 很感謝這380位普通市民的支持 記得留意這場比賽 再見